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杨斌 祝老家在中国2020世界华人春晚圆满成功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女高音歌唱家朱珍 在这里预祝老家在中国世界华人春晚圆满成功 嗨,大家好,我是Kelly 我是中美母婴协会的会长 也是老家在中国第四届华人春晚的主席 在这里我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 一场老家在中国盛大的晚会 祝大家2020年新春快乐 同时也预祝老家在中国第四届华人春晚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Denis KhanLome Color品牌创始人 也是老家在中国第四届世界华人春晚的联格主办方和共同主席 在这里预祝老家在中国第四届华人春晚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新年快乐 许年行大运 我是黄川娥 祝老家在中国世界华人春晚圆满成功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终有国际艺术交流院 祝贺第四届世界华人春晚老家在中国取得圆满成功 联合国新媒体 九安电视国际传媒集团 祝老家在中国第四届华人春晚圆满成功 祝海内外的华人华侨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南加州麦泽伦500栏目组现场 我是Darque Cho 今天晚上是什么活动 今天是2020世界华人春晚老家在中国 在这个节目当中你担任什么角色 我今天是专程从英国来 我是英国的华人女高音歌唱家 来为大家献唱两首歌 哪两首 一首是我跟世炎黄 那么是为了表达咱们海外华人的一片心声 那么另外一首歌呢 我想唱一首意大利歌剧里面的旋断 就是那个圣洁的女神 太棒了 我们拭目以待 那要过节了 跟我们观众朋友说几句吉祥话 在新的一年里我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开心 还有工作愉快 谢谢 李会长今天晚上什么活动 今天晚上呢是老家在中国 第四届世界华人春晚晚会现场 谢谢大家 我是Kelly 李杰是中美母婴协会的会长 中美母婴协会呢 自成立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500个活跃的会员了 那我们呢也在这几年之间 组织了很多的中美之间的 这种跨境的交融的母婴类的活动 经济类的教育类的 还有很多公益类的 那我们在美国当地呢 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很活跃的 这种线下的这种会员活动 明年呢我们也计划推出 世界华人杰出优秀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评选活动 希望能够鼓励我们所有的 这种华裔的妈妈 在育儿 在教育 在整个世界舞台发挥的重要重大作用 那我们今天呢 有这个机会和好莱坞成美集团 共同来主办这一场 老家在中国世界华人春晚晚会 我们非常荣幸 那也借此机会能够让来自 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观众 能够领略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 谢谢大家 我很好奇李会长又是一个美丽的母亲 那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老家老家在中国 中国什么地方 在内蒙古 好像这个有点混血的感觉 谢谢 那过年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极限话 在这里呢 我们祝2020年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所有支持我们中美母婴协会的会员朋友 还有我们给过我们大力支持的一些机构 还有跟我们合伴的一些组织 那祝贺大家2020年能够吉祥如意新春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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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菲林涵 Lomcolor品牌创始人 也是老家在中国 第四届世界华文春晚的联合主办方 和共同主席 过年了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极限话 首先日作 老家在中国第四届华文春晚 起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鼠年行大运 谢谢 今天很荣幸的 我们邀请了陈总来到我们现场 陈总 今晚是什么活动 你好 我参加世界华文春晚 老家在中国 我也是春晚的副主席 我叫伊瓦称 是美国自然公司的董事长 也是福建祥辉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过年了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极限话 我首先先祝贺世界华文春晚 圆满成功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谢谢 第四节老家在中国 世界华人春晚 祝大家新春快乐 吉祥如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世界祝大家新年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